只要微量血液就可以进行检测的装置 真的能达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都有机会为个人健康把关的理想吗?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天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创业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 1月10号由何宇欣小姐所撰写 并刊登在苏联时代的《从以色列返国创业》 伊勒伯科技推微量及写装置 让偏箱采写不再难 伊勒伯科技创办人熊乐昌博士 2011年到2014年 因工作外派的关系 全家搬迁至以色列 参与生医领域的博士后研究 这三年熊乐昌博士在以色列有杰出学术研究 但影响他接下的人生是在以色列的这三年 经历战乱的冲击 他陆续因为家人的缘故回台发展 但因为在以色列的成功经验 让他回台后被投资人探走 是在机会将资金与技术带回台湾 虽然一开始没有想过自己会创业 但因为居家写异财及普及化的信念 以及贵人的相助 让他从零开始创建了伊勒伯科技 现在也增长到14个人 为了目标是将台湾作为立基点 拓展国际版图 他因为经历战乱的冲击 你看见偏乡地区与贫困家庭 可能因为资源的不足 疾病无法及时被检测出来 错过黄金救治时间 所以熊乐昌最大的信念就是 无论家庭背景经济状况 都有能力可以做疾病风险控制 所以提倡居家写异采集普计划 研发微量采集写异样本装置 荷安 这个装置名称叫做荷安 打破资源不足的痛点 让早期健康筛减 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 而是人人都可以轻易享有早期健康筛减的能力 博士既然提倡居家写异采集 考虑使用的环境与使用者 伊勒伯科技所设计研发的 血液采集装置荷安 不是医疗专业人士也都可以使用哦 类似于Keyluxi的概念 让一般大众在家也可以轻松操作 而且只要短短一分钟 就可以迅速无痛的完成血液采集 血液采集的范围 可以选择指尖、脚跟、手背等地方 一般现有市面上的血液采集 一次一管需要达2-3cc 核安装置采集平均只要0.1-0.5cc 最多不超过0.75cc的高品质血液 搭配快速检测性 就可以初步了解身体健康情形 核安全由台湾研发制造 属于8名型的专利研发产品 装置更是荣获十几项技术上的肯定 这个装置是由一个可重复使用的主要机器 和仅能单次使用的采血收脊管组成 而且这项装置是不论男女老少或刚出生的baby 烧烫伤的患者都能适用 除了可以减轻患者在抽血时的疼痛与不适感外 也解决了烧烫伤患者因伤口附近 会产生很明显的阻止断裂和塌陷的现象 以至于医疗人员采集血液补益的问题 所以现在已有多家国内的公私立医院的采检单位 抽血中心 烧汤上的中心等单位 已测试装置 民间的药学单位则也开始接洽当中 博士不只分享核安装置 他也分享伊勒伯科技创业的难处 他表示创业路上遇到的好伙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像他在创业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致敬问题 幸好透过先前在台大熟悉的老前辈介绍 接下到天使投资人 让创业逐渐的起色 不在原地踏步 才能够获得向外贸协会青睐 协助拓展至国外市场 像是孟加拉、科威特等股家 核安装置与国内医界运行出色 也验证可以大幅节省医生和病患的时间 让诊断更客观 同时接诊医院的医疗成本 未来将以群技渐进的步调 努力迈向国际市场 抢下科威特和孟加拉的订单 期待能为孟加拉严重的登革热疫情来植洗 伊勒博科技在政府规范的协助下 获取TFDA医疗器材查验登记许可 可以合法贩售 也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取得进军国际的敲门钻 TFDA认证是为了进军科威特和孟加拉等国际市场做出准备 也未来将以越南为起点的东南亚市场 垫底良好的基础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有许多慢性病患 每周都要定期抽血检测 因为频率的关系 血管疲劳到最后不容易进行抽血 或是有些患者害怕针头 却需要每周面临抽血的检测 所以核安装置的研发 不只帮助病患可以减轻 采血的疼痛与不易 也协助检测单位有效率的完成采血的检测 也因为核安装置的方便性 让血液采集检测不再是麻烦事 不再因为贫穷或是偏乡资源的问题 错过疾病的黄金救治时间 希望有一天真的能达到任何人 在任何地方都有机会为个人健康 把关的理想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 商业科技有心的朋友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个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